如果你問我都是用什麼卡片綁定在LinePay消費呢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愛網購生活卡 每個月一萬塊以內就是5%的回饋 嗨,我是寶可夢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聊這個綁定LinePay 到底要用什麼卡片才有高回饋呢? 推薦第十名是聯邦賣點卡 這張卡片在2024年改成國內1.6% 海外2.6%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需要綁定LinePay值戶才能拿到點數 它已經比去年的2%、3%還要再低了 那為什麼要把它排名在第十名呢? 因為它還有一個不錯的優勢 就是指定的餐廳有10%的LinePay值點數回饋 但是它每個月有總回饋金額的上限 所以大家還是要再看一下官網的公告 不然的話就刷其他反應就好囉 推薦第九名是聯邦銀行的LinePay卡 這張卡片享有國內2%、海外3%的回饋無上限 活動到2024年的7月31號 所以你大概還有半年的時間可以去使用 綁定在LinePay或是接口或是其他的行動支付 也可以享有國內2%、海外3%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也算是一張很不錯的卡片 這張卡片還有什麼亮點呢? 在指定的網購通路還有3%的價碼 等於是國內網購最高有5%的現金回饋 推薦第八名是渣打銀行的LinePay卡 這張卡片跟聯邦LinePay卡回饋差不多 國內2%、海外3%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綁定在LinePay也算 那它最大的亮點就是買1000塊錢 可以享有670利率 你可以直接在APP上面來做登錄申請 那麼它就會幫你做分期了 所以分期的話是原始的回饋也可以享有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把握 缺點的話就是需要以200點的現金基點為單位 然後在APP或網頁上面來做手動的摺底 它的現金基點有2年的效期 所以它不是現金回饋直接摺底次期的帳單 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推薦第七名是預算Uber卡 這張卡片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啦 它目前是國內1% 然後再加上非實體過卡的會有2%加碼 所以把它綁定在LinePay或是接口 也有3%的現金回饋 每個月可以刷1萬塊錢可以拿300回饋 操控的部分就是1%無上限 推薦第六名是兆豐BT21卡 這張卡片在去年有跟大家介紹過的 它在2024年的權益很簡單 就是1%無上限再加上2%的指定同路加碼 那這個指定同路需要符合哪些條件呢? 首先就是請你申請電子帳單 然後再來就是用照顧自動扣角卡 本航或是塔航都可以 那麼只要完成這兩個任務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額外的2%加碼 那加碼上限是每個月2把 所以回推就是一個月刷1萬塊以內 都可以拿到300元的現金回饋 所以也算是很不錯的卡片 推薦第五名是陽性的JCB精緻卡 這張卡片呢 享有1卡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額外的指定同路2% 那這個指定同路2%呢 每個月可以拿到200點的這個現金基點 所以呢 等於是刷1萬塊錢可以拿300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相對簡單 就可以拿到3%回饋的卡片 推薦第四名呢 是台形陽的阿狗狗卡 它在指定同路享有最高3.8%的現金回饋 那它的回饋呢 基本上是0.5%無上限 再加上額外的3.3% 然後每個月可以拿到1000 所以回推大概30303元以內 都是有3.8%的現金回饋 不過你需要完成幾個任務 第一個 就是你需要設定帳戶自動扣腳卡費 就是要把Richard帳戶辦好 然後設定扣卡費 第二個呢 就是電子帳單 這個一定要完成任務的這個綁定 才能夠拿到最高3.8%回饋 推薦第三名呢 是華南銀行的愛網購生活卡 那建議你使用VISA的這個版本 能夠拿到最多的好卡 最高呢有5%的回饋 那怎麼拿呢 非常簡單 你需要完成三個任務 第一個呢 請你申請電子帳單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持有SLY數位帳戶 第三個呢 就是綁定華南銀行的LINE 官方帳戶的個人化資訊 這三個任務的完成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個非實體過卡的網路消費呢 就可以拿有5%的回饋 第二名呢 是兆風利多商品卡 這張卡片呢 有最高10%的回饋 但是要怎麼取得呢 首先呢 你必須要先登錄 有登到的話 才有這個10%的回饋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 新增消費2000塊的門檻 那包含就是你在指定的行動支付的消費也算 所以等於是刷2000 然後拿到額外的100 這個小七100元商品卡 相當於就是5%的回饋 最後第一名呢 是台中銀行的MySense悠悠預期卡 這張卡片有最高20%回饋 怎麼取得呢 第一個10%呢 是你需要每人去做登錄 登錄到的話呢 就是刷2000拿200 很簡單 第二個呢 是台中銀行的MySense卡 本身呢 也有這個10%的回饋 不過呢 它需要一般新增消費2000塊 好像指定通部以外的消費2000塊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 啟動支付的10% 上限刷3000拿300 所以最高呢 就是一樣可以拿到500元這個現金回饋 這一次的LinePay呢 為什麼這些聯名的信用卡都不推薦 因為它的回饋都只剩下國內1% 其實我就覺得不是那麼的好用 所以我就不推薦你綁這些卡片來使用 但是呢 其他的銀行其實有針對LinePay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加碼 所以你就可以考慮使用這些卡片 然後綁卡消費再賺更高的回饋 最高有到20%回饋嘛 如果你問我都是用什麼卡片綁定在LinePay消費呢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愛網購生活卡 每個月1萬塊以內就是5%的回饋 這個最簡單 如果你喜歡累積的是里程 我會建議你把你的里程主力卡 像我就是HSBC的留言卡 綁定在LinePay裡面 那麼不管怎麼刷都是有18元一筆 其實也是一個相對簡單的選擇啦 希望今天這集節目呢 對大家有所幫助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也歡迎你就是按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 然後讓身邊的親友可以來了解 到底使用LinePay要用什麼卡片苦虧最高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集影片見囉 掰掰